我們繼續往下看 這是 instrument rack 我們先把它合起來 那我們針對這個聲音在後面加一個 audio effect 然後是 audio effect rack 好 前面是樂器的 效果器的 你把它當作效果器櫃好了 櫃子的櫃 然後我們現在掛一個 audio的 這是樂器的櫃 然後是 audio的效果器櫃 然後我們可以拉上 你會發現這個 audio effect的話 這個 rack 它也是平行的 譬如說我可以給它一個 右左邊是flanger 假設想像一下 然後 右邊來個 overdrive好了 等一下 這要打開chainlist 這是第一道 然後overdrive第二道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在 overdrive後面再放一個 拼碰delay 這樣子 然後 在第一道這邊 放一個 revert 好 我們首先裡面都不做調整 我們先把它pan到兩邊 左邊 然後右邊 然後我們把我們這個 樂器的聲音先回到最原始的狀態 有個小技巧 當我要回到最原始的狀態 你只要點到這個按delete就好了 它就直接跳到最原始的狀態 我們聽一下喔 各位有聽到了吧 我只是把效果器pan到左右 所以就產生這個差別 我們就聽這個 好我來聽這個 這個小聲一點 好打開 所以這樣再加上我們剛剛的樂器的 旋鈕 好 這樣子各位應該就有了解了 謝謝 我剛剛說到 最原始的狀態 我們還是講到 這個小聲一點 怎麼缺了 published